我在和一家曼花公司谈合作呢 那这么晚了 注意安全 稍微一点 你先忙吧 你也早点休息 晚了 喂 莎莉 你帮我查一下 书美最近 在跟哪一家曼花公司谈合作 你怎么在这儿 副总特别重视这次跟王总的合作 所以特意派我来协助你 我来早了 所以先上来 你别介意啊 王总 班老师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同事 谷乔 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 那谷小姐是吧 来 请坐 请坐 好 陈小姐 接启养你那个快捷营销的事 这是我做的方案 二位可以看一下 好 好 还真别说 方案做得还真不错 挺有创意的 你觉得呢 其实这种创意方案都是大同小异的 关键还要看后面的执行能力 他作为助理其实也没什么话语权 反而我师傅是公司的副总裁 可以做决定的 您跟我沟通的话 效率会更高一点 行 这事我知道了 王总 这次淑美是带着满满的诚意 过来合作的 之前那个方案只是初步的 你有什么需求可以跟我说 我回去跟我领导商量一下 谷小姐 是在公司做品牌总监助理是吧 那嫁醒的事 你说了也不算 我可以跟我们领导一起商量 汇报给他 这领导上面还有领导 一层上边还有一层 太繁琐了 郑小姐的师傅是公司的实际掌权人 是吧 那我看这事就交给你来兑现 具体的事物呢 跟小刘兑现 没问题 你到底跟王总说了什么 他对我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告诉他一些事实而已 事实 你心里没数吗 是你心里没数吧 你这样诬陷我 对这次合作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是你 我是我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 什么意思啊 最近听说了不少你跟郑经理的八卦 郑经理为人心思缜密 论专业你比不过他 论心机 你更得吃亏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一味地忍让 只会让他得寸静止 谢谢你啊 今天的口红颜色格外好看 算你有眼光了 哎 亲爱的 晚上帮我订一家好一点的餐厅 有什么忌口吗 王总是 东北人订东北菜吧 好的 订个包尖 好的 谢谢 顾小姐 你要有事就不用去了 喂 王总 我是树美的谷乔 好 谷小姐 我们听说您唱歌特别好听 我就跟郑经理商量了一下 不去那家饭店了 我们直接改在KTV见 好啊 这好久没唱歌了 一起开开洒 好 那我把地址发给您 那晚上见 行 好嘞 晚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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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姐 您需要点餐吗 稍等一下吧 我客人还没来 谢谢 好的 这根床真不错 想说 给你走向远方 想和你去随着 尽头安放 永远 来来来 喝一个 来喝 王总 我敬你 好好好 你不知道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都惊着了 我想着像您这样 有商业头脑的版权人 怎么都得四五十岁了 没想到 见到本人这么年轻 还这么帅 有那么夸张吗 您是小嘴啊 可真是 真甜 来 我敬你 好 干了啊 干了 去 干了 干一个 来 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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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一个 好 好 走啊 是 您拨叫的号码 暂时无人接听 郑小姐 您这边可以点菜了吗 别催了好吗 我比你更急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就要打烊了 知道了 喂 熊总 我看你最近 都没有来给玲玲上课 是不是 遇到什么困难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一直在忙 忘了跟你请假了 没关系 只是 玲玲她很想你 那您帮我跟玲玲 说声对不起 我也很想她 等忙完这段日子 我就过去看她 好 郭小姐 你还在外面啊 我在和一家 曼华公司谈合作呢 那这么晚了 注意安全 稍微一点啊 你先忙吧 你也早点休息 好 晚了 喂 莎莎 你帮我查一下 书美最近 在跟哪一家 曼华公司谈合作 嗯 哎 王总 电话 哎 王总 电话 哎 王总 电话 哎 王总 哎 王总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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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知识 喂 喂 王总 师傅 麻烦快一点 来éé 来 来来ario visionary 但是要是等一些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给您 您知道吗 我一直想要一个亲哥哥保护我 今天见了您啊 我就觉得您必须是我亲哥哥 我是您的好妹妹 所以您不能对我有别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